夫人 我可不可以再看看别的 这一套就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 你不喜欢吗 挺好的 我只是想再有多一套的选择 可以 当然可以 夫人 你觉得这一套怎么样 我觉得很普通 可我觉得很好看啊 你看 这种简单的款式很适合我的 房秘书 婚礼来的贵宾都是建工集团的商务伙伴 她都是董事长的多年朋友 你顾及到给我们王家的面子吗 你穿成这样是不是有一点 你就听我的 我精心给你挑选的那一套 那多华贵 你就穿它 可是我真的没有很喜欢 夫人 这是我的婚礼 我希望能穿上我自己真心喜欢的婚纱 行 你的婚礼 你随便 这是海外脱妊计划 您看一下 好 建工 我跟 怎么样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不是说什么都听我的吗 结果是处处不听我的 我给显的婚纱很华丽 很漂亮 她说什么 要喜欢简单优雅的 我看着很小气 人家说了 人家办的是自己的婚礼 根本就没有顾及到我们家 要来很多人 我们的面子怎么办呢 要是要简单 简单的婚礼不是吗 那你们就可以去民政局 拿个结婚证 就不要什么婚礼了呀 这不更简单吗 婚礼还是要办的 这事是谁结婚 其实我觉得 您要是能这么不开心的话 我倒有个好办法 就按您说的 我们不办婚礼了 直接去那民政局啊领个证也就行了 您别生气 不 不 好了 好了 我去开会啊 看见了吧 看见了吧 我是为谁呀 他 你看他们两个 你不是说他们尊重我吗 怎么尊重我了 从一开始都不尊重我 我这是干什么呢 你看你就会这样 就会这样 不要 不 我不要怎么着 天心 你去哪儿了 天心 伯父怎么样了 挺好的 你怎么了 没事 我想跟你说 婚礼的事情都挺你的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无条件地支持你 明白吗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其实在医院的时候 我跟我爸聊这事了 我觉得 是我忽略了夏阿姨的感受 忽略他的感受 什么意思啊 你得答应他的条件 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 但是我想 我还是应该再跟他好好谈谈 完了 怎么了 我让人家翻脸了 你跟他说什么了 我跟他说 不想咱俩就指定了证 婚礼就不办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那他们得多失望啊 没忍住 怎么办 虽然说这是我们的婚礼 但是我们也希望 得到所有人的祝福 对不对 那怎么办嘛 我来解决